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话好谨慎呢 哎呦 狗活 那我能把鞋脱了吗 可以可以 那你从出道然后到做一个男团 然后到陈情定爆红之后 你说什么时候啊 你觉得这不算爆红吗 我很怕 我很怕这个词就是 怕什么 怕的是 虚的 相信每个人都害怕的这一点 相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是从一个低谷上 低谷往上在走 对 我很明白那种在低谷的感觉 男少年少年第一期已经播出了 不知道大家对我的表现还满意吗 小杠 这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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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随便低谷 那我就一定要把他做 大家好 我是小杉 小杉 小杉 请请请 你不然这样不好 然后我 所以其实 我怕的并不是说再次跌入低谷 因为我从低谷来我根本不怕 我怕的是这种红也好 爆红也好的这种东西 把大家的眼睛给遮住了 这是我害怕的 害怕的点 其实我觉得我还挺清醒的 我有时候会跟周围工作人员说 清醒一点 不要过海 清醒一点 刚进这个圈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原来这个圈子 红和不红 待遇差那么远 你有经历过这种事吗 其实有 我觉得不只是我 我觉得除非你就是 一炮而红 就是那种真的是 前面没有一个铺垫 一炮而红 但凡是有沉淀的 从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 我觉得都会经历这一步 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太好高无远 我说我 没事 你不用怕得罪我 你不用怕得罪我 就我说我的话 我当时的心态 其实也就这样 我当时自己心态摆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不会去看这么高的东西 看这么高的东西 只会给自己添堵 没必要 所以你其实 即便是当年事业 就是处于一个低谷期的时候 你也没有特别的去看过 没有 比如你好比说我们 这个有点残忍 就是 没事 人生就是很残忍 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我是觉得当时比如说 嗯 在那个低谷期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收入 但是我的性可能就是 不太想用家里的钱了 因为当时我已经毕业了嘛 嗯 就用自己实习的时候的一些 小金库 嗯 然后就过得还挺节制的 那段时间 在北京 就是没有什么娱乐生活 因为没有东西来支撑我去娱乐生活 嗯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就是 就挺节制的 在家里宅着 嗯 然后每天跑跑步 嗯 挺挺退休生活的那段时间 就是因为干了这一行比以前更自律 会 这个真的会 嗯 就是不仅是人钱 然后也会 会 因为直接反映到你 你的脸上啊 比如说如果你第二天有通告 嗯 你第一天必须要早睡啊 嗯 就晚上就不要喝水 不要吃东西 啊 你已经自律到这种程度了 我一直都这样 就从我减肥成功之后 我一直都这样 包括以前在组合的时候 跟小伙伴们说 哎 头天晚上要不要吃火锅呀 然后我想说 如果第二天有拍摄的话 算了算了 别吃了 但是我真的曾经饿到 在梦里面梦见我去吃 日料自助 我真的是绝了 我梦 而且我梦得非常清楚 那个三文鱼的质感 非常肥美 然后 真的我在梦里面 然后就吃 还蘸那个芥末跟酱油 我就哇 好好吃 然后一醒来是一场梦 好失落 都不想醒过来是吧 那我还经常知道的 咱们这么辛苦的工作 总是为了点啥吧 其实如果你要问我 问我之前的想法 就是刚进入这个圈子 是为了什么 我真的是想让 让别人可以看到我 然后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 想要有更多的选择权 就是你对未来的规划 也是以这个目标进行展开的 是吗 就是我要想演的片子 我起码有机会去争取 而不至于人家说 哎 肖战是谁 就可能说肖战 算了算了算了 你会就是长期的想要在 就是演艺圈走下去是吗 就是你会长期在演艺圈走下去的话 你会想成为刘德华那样的人吗 终身偶像 他是终身偶像 其实我踩进这个圈子的时候 就有朋友跟我说过 华哥 他应该是每一位爱豆的一个标杆了 非常自律自省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们跟我说的就是 感觉他已经其实把自己的生活 都自律得 就是感觉很完美的这样一个 完美无缺的这样一个人 但是我很害怕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就是你又想往那种完美无缺 但内心又隐隐害怕 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因为我觉得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觉得有人会接近完美 对 会接近完美 但是我觉得相信肯定还是会有一些 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小遗憾吧 但我觉得这样才是更加的可爱吧 聊到现在我发现 第一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然后第二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挺高的人 算了 就是我们理性的人都知道 我要有得到的时候 我必须再也要牺牲 你会牺牲挺多东西的 会 那比如说你现在年纪也不轻了 父母模式上线 你回家的时候你爸妈不会跟他说 肖战啊你现在年纪也不轻了 有没有考虑过找个对象啊 可能以前就会说 你什么时候 那个 谈个朋友啊什么的 现在方式说 哎呀那个 我闲段时间出去玩什么 谁谁谁家 李阿姨跟我说 哎呀你们家战战年纪也不小啊 什么时候 带个带个女朋友回来啊 就是我妈的方向变了 从单刀直入变成了 迂回 迂回 迂回包围的模式 那你自己有想过吗 我实话是说 目前真没想过 一是没共享 二是压根就没往那方面想 如果你恋爱的话 你会公开吗 如果恋爱的话 我会 你会啊 你不觉得这对你事业有影响吗 所以要慎重啊 但是你要说幸福 其实 我觉得如果说那个时候 喜爱我的人很多的时候 我反而会觉得说 如果公开的话 就是会对那个人 会有一点 不太好 会有压力 会伤害到他 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不谈恋爱吗 那也有可能 这么单身主义者吗 你看就是 有一些艺人 有一些爱豆 有一些偶像 他们真的是可以做到说 非常严格的自我规划 就是不能恋爱 之前有一个很火的那个 微博上的段子说 爱豆谈恋爱要被杀头 但是有一个人 如果是超过你规划之外的 突然出现了 你就是对他有好感 你现在会谈恋爱吗 哇 这种偶像剧的剧情吗 就是 你不是那种一见钟情心 感觉一个流星插进来 啪 其实一见钟情 像小时候我们看那种 美国的那种爱情电影 一见钟情就觉得很美好 然后就一眼万年 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 你理性到这种程度了 至少我没有遇到过 所以我不太相信一见钟情 但你身边会有这样的人吗 红和不红之后 对你的态度不一样 我身边还真没有 但是我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但有没有人会因为 你事业有起色之后 可以回避你呢 有 也有吧 有 其实我不太能 也不是说不太能懂 其实我能 得到这种点 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 特别怕 打扰别人的人 就是我是一个很能想多的人 就是比如说如果我说 我现在的朋友就是还不错 那我如果跟他说话 他会不会觉得说 我对他有企图 或者对他有所求 然后你会觉得身边很多朋友 有的时候会刻意地疏远你了 其实是因为他们觉得不想占你便宜 其实我还挺难受的 聊到这个话题就是 很想像全世界身边说过 其实我没有 我还是以前那个小战 还是以前那个样子 但是 解释不清 解释不清 人心这种东西一旦认定了 就很难改变 我觉得会是因为嫉妒吗 不是 我不觉得是嫉妒 就是 他们可能真的觉得是感觉变了 这种东西其实很微妙 我觉得情感其实是最微妙的 你说不上来 它是1234567哪 哪一条变了 但可能就是一个 一个笔画的走向 往上往下横 细微的变化 它就会变了 有时候现实其实有时候很残酷 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但是就是感觉有时候人在 被迫地长大 那你跟朋友的相处模式 会跟一般人的相处模式不一样吗 会啊 在很熟很熟的朋友面前 我会彻底放松 就是 一点都不去修饰自己 那你觉得咱俩是朋友吗 我觉得我有把威威姐偷的朋友 那你觉得咱俩才见三次面 为啥就是朋友了呢 我觉得很能聊得到一块去 就你觉得能聊到一起就是朋友 那你选择朋友的标准 就是能不能聊到一起 这很重要 你觉得这很重要是吧 你是一个交友很谨慎的人吗 是 是一个交友很谨慎的人 所以你身边朋友其实不多的 对不对 很少 你如果身边朋友也不多 你个人娱乐也不多 那你崩溃的时候怎么办 就 还是没有崩溃的时候 有 有崩溃的时候 就是自己关起来呗 反而大吼大叫别人看不见 会大吼大叫吗 不会啊 就会 会发泄一下 但是就正常 看个电影 看个悲伤的电影 哪怕 哭一茶 或者是 跟朋友出去没心没肺的 在家里喝一段 你其实酒量不大对吧 酒量非常不好 就很容易喝懵 喝多了 两种极端 要么睡觉 然后要么就狂 狂嗨 就是也是 Everybody 就是也是那种 能撑起一台春晚的那种 就没有可能不是春晚 就小型的校园晚会吧 校园晚会 你那样发泄了之后 第二天就会好 就会觉得说 明天还有希望 会 聊天到现在 你自我评价 你觉得你是聪明人 还是笨蛋 不准说不同人 两个选一个 我真的宁愿做一个平庸的人 如果你要我在聪明人 跟笨人里面选的话 那我平庸吧 因为平庸 你可以上下调整 不能调整的 那我还是笨蛋吧 因为我觉得 我不是说假 或者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 聪明人的话 如果你的命题 肯定是说 他就是一个聪明人 就是天资过人 就怎么 他都是一个聪明人 这样的人有点可怕 你觉得这样的人 有点可怕 有点可怕 我觉得有点可怕 太聪明的人不可爱 但是如果说是 做一个偶像 然后 你希望你的粉丝 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我之前从一个普通人 到现在成为一个 大家喜欢的一个公众人物 我经历 我知道大家在 路人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 所以我觉得说 我的粉丝 我觉得首先 你们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然后你们 才会有你们的 闲鱼生活 来喜欢你 追求你喜欢的明星 然后前段时间 有一个粉丝给我写信 而且我知道这个粉丝是谁 然后我看到那个信 我特别感触 特别开心 他说 他像人哥哥 他说 特别好 喜欢你这么多年 然后现在 我也找到了一个 现实中等 找到了我的另一半 然后我结婚了 然后现在很幸福 我觉得特别好 我听你讲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 就是有一种感受 就是其实你是一个 不以聪明为追求 或者不以奔为厌恶的人 你认为有一种价值观 是在于你自己要幸福 而这种幸福 往往不是由头脑决定的 是由一个人的心决定 真的 因为我觉得喜欢相互的 没有一个人会平白无辜 来喜欢你 你要对得起他们的喜欢 所以我希望他们的生活 也能过得很好 我能越来越好的同时 我希望他们也能越来越好 就是 让喜欢你的人觉得值 一起变得优秀 一起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是 最理想的状态 会不会有人说你假 你觉得自己假吗 这也是我之前我在反省 我自己的一个问题 就是 周围的人都说 你要真实一点 我想说这就是我真实的样子呀 难道你要把我私底下跟朋友的相处模式搬到台前给大家看吗 我觉得那不叫真实 那叫 不专业 那叫不专业 真的叫不专业 你出来 你出来 你在镜头面前其实就算是一种营业 但是我选择了最贴近我的那个方式了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就很真诚的在跟你聊天 没有在客气 所有回答的问题就是我内心想回答的 但是你有的时候会在镜头前就是说会稍微注意一点的原因 我不知道跟不跟我一样啊 我特别怕被人断章取义 怕 我觉得每个人都怕 随便一个小片段随便一张图就可以 那就会就会开始引导一些 可能对你不利的言论舆论也好 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 而且解释不清 解释不清 你怎么解释 我经常经常经常就跟我跟我说说 你少看点微博上面有些什么不好的什么言论 然后因为他知道我脾气 就是我如果看到这些 其实我会很难过的一点 是觉得说也不会很难过 就很愤开的一点 说这根本就是假的 就是假的 假的 但是我又不可能自己 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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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不过来是吧 怎么可能回得过来啊 反而你给了他 让给了他们就是 新的素材 对呀新的素材 我何必呢 就不看不理就好 我做好我自己 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爱看不看 我们经常会觉得 好人这个事假 其实这是一种 对自己的不自信 和对世界的不自信 为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如果一个人是好的 他就必然是假的 那往往意味着 你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真的好 这个东西 我觉得现在可能 大家的一个趋势都想做自我 做真实的自我 我要发现我张扬的情绪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然后反而让大家看到的是 这一部分人 部分人 我没有说这一部分人不好 可能他们本身张扬的情绪 外方的情绪就是这样 但其实还有一大部分人 是像我们这样 从小就是家庭的一个 很严谨的一个教育里面长大的 你不能要求他去说 那我今天就要怎么来一段 怎么怎么样 震现我的张力 青春洋溢 其实还是跟每个人的个性有关 其实也就是每个人的真实是不一样的 就有一些人真的就是那么温和的 有一些人真的就是相对拘谨的 有些人就是相对细腻的 有的人真实起来 他就是很粗犷的 但我们不能说粗犷的才是好的 细腻的就是假的 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锐利的才是真的 相对顿感一些的就是假的 我们不能说传统的就一定是假的 也不能说先锋的就一定是真的 甚至在真假之间都没有好坏之分 这是我们的存在状态而已 对 这只是我的一个 相处的一个模式而已 对 而我这个模式 如果没有伤害到别人 我们有什么权利 对 你去怀疑或者指控他呢 所以今天我跟肖战在聊 这么多的时候 我是真的相信你是真的 但是我也真的相信你是复杂的 对 对 我真的 就是 但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复杂不好 不 我觉得人活的一定要复杂 因为换一个词 大家就会接受 叫有层次 没有层次的人生 是没有意思的人生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肖战